MING PAO TORROW 回到回應觀眾 YouTube有很多廣告 我們真的控制不到 是他現在不斷在我們Live內塞廣告 可能有我們猜的動機 就是他可能想我們 觀眾變成他YouTube會員 那便沒有廣告 你說得對嗎 沒錯 所以不關你的事 你不回覆我 我今天不太舒服 你說得很適合 你說得很適合 沒錯 我今天吃了一些藥 反應只有遲鈍 你平常都吃的 平常都反應不遲鈍 多謝了鍾卓你為止 多謝了Kelvin Morris多謝了沒有 Morris多謝了 多謝了 還有David 多謝你們 當然你們的comment share like 我們都很多謝你們 好了 麻煩大家多些share subscribe 給個like 給點comment 因為所有的數字 對於Toys TV來說很重要 多謝 沒錯 這次我們一次過 講一個Wave的Black Series 可能大家都少買 因為最近的Star Wars 出得比較飄忽 有些Reissue 有些舊 不過這次比較整理得好 在中國這邊六盒 全部都是一套戲 那套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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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我都不太懂得 我都怕讀錯 有人讀過Equity 類似這樣 另外 他是捕了一隻Mandalorian 很搞笑 我們先講 是者 那六隻 為什麼他扔了一隻Mandal 很簡單 希望他靠一隻Mandal 扔了一隻Mandal 但是都是好的 起碼他六隻都是新的 還有六隻是拿劍的 五隻拿劍 因為他裏面有其中五個Jerdai 出現了 那玩開Black Series 一定是看這件事 就是這些 這些插畫很漂亮 而且容易看到哪一盒打哪一盒 這一次 這兩個調法 你可以慢慢調 先講這些更高的主角 這個 這個是不是 這個也算是主角 主主的 誰 這個肯定是主角 這個是迪龍的兒子 很像迪龍的兒子 很像迪龍的兒子 看TVB以為是 迪龍的兒子 Master Soul 這個原來是奸奸地 看到尾天子 他又不可以說他是奸 他又不算是奸 有些私心 不像Jerdai的Master 那麽大耳 這個 真的幾像迪龍的兒子 阿蘇卡 真的比了三套 是 不是 沒有阿蘇卡 沒有阿蘇卡 但這個 很奇怪 現在大家可能看Netflix 預告都看到 由於遊戲第二季的預告 又是他 你覺得為何一個演員 差這麼遠 不是他的樣子 而是他宣傳這個遊戲的時候 很有信心 他做這個戲的時候 好像吃了十香軟筋 是不知他做什麼 完全不知他想表達什麼 我一直看的時候 在想是否因為 用英語的台詞 令到他打了折扣 但我又覺得不是 應該是根本 他自己也看不到那個角色 不是 不是 不是那個角色 是不知那套戲想怎樣 所以很飄分 很難做他的角色 因為他是有少少 其實在他裡面 屬於少少反派 因為其實那套 那套戲裏面有個孖女 就是其中一個 可能是阿水哥拍了 不好意思 這對 只有一個 暫時就 這個孖女 阿May 他是殺手養 其實是孖生的 其實很多朋友都說 又是Twin 在Style裡面有很多Twin 這個是Twin 擁有一個很強大的 原力的孖女 但這個孖女 其實不是生出來的 是人造人 是一個女巫 是一群女巫 自己製造 因為她沒有女巫是單性的 但不知為何可以生出來 最後兩個 後來被這群 Jedi 發現了 於是就 於是就 於是就有少少私心 因為他覺得他很有優秀 很潛質的人 於是就想 找他們做 Jedi 訓練 於是就發生了一件意外 火警 火災 所有女巫都燒死了 燒死這兩個孖女 所以 報仇的孖女 就做復仇者 就是一個刺客 而這個好一個 就走去做 Jedi 訓練 結果 最後就發覺 蘇有私心 總之 大肚子是沒有什麼結果的 但是 就出了一個隱藏 反而那個隱藏 就是類似 類似Siv的老祖宗 因為這個是一百年前 那個 Star Wars New Hope 一百年前 那時候的 Jedi 叫舊的共和 那個 Jedi 那時候未有Siv 應該是Siv 這個是他的徒弟 那是一個隱藏 是他的師父 變成了一套Siv 就是對出的 Tommy 就說 Siv 是Ahsoka 這隻是Ahsoka 沒錯 沒錯 幸好我們沒有止於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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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法妹 是Ahsoka 所以阿迪也是很散的 我看他拿劍就放在一起 好 所以劇情就說 最後發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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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像在看TVB 總之後來他都關上 這隻 Jedi 全部死了 這隻 Jedi 全部死了 主角沒有 主角阿May沒有死 跟隱藏遠走他方 最好笑的是 不要說結尾 為什麼 因為沒有結尾 因為 Season 2已經被剪掉了 不會再知道 究竟這群角色的後續是怎樣 沒錯 這兩個敵龍的朋友 就是Master 不知什麼 這個女士 這個 用名倒讀 這個叫Master Indera 就是他當年 四個 Jedi 一切 就找到這兩個 Jedi 於是發生了一件 這樣的慘案 最後這四個 Master 都被這個人殺了三個 這個阿May殺了三個 所以看第一集的時候 我都不知用什麼角度 看第一集 第一場戲就是他被他殺了 第一集你是Jedi 還要強勁的 還要強勁的 被他殺了 但後面我又不覺得他很強勁 Jedi是不是被弱化了 如果他可以殺到他 他應該很強勁 但後面他又不是特別強勁 他很弱 他有些陰招殺死楊子瓶 楊子瓶 楊子瓶 說笑而已 不是 他很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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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很強勁 說笑而已 亦很強勁 每個摺子 一件衣服的摺子都不同 不是 是因為他百多二百元的貨子而称 你見到他一件衣服是高質素的 多謝德國帶我們回到玩具 說回玩具 尤其是這位出的大隻仔 看《Stranger》的正面交鋒 很強過《Stranger》 一人打瓜九屋八個Jedai 很強 殺光 其中一個大隻仔 其實是低級的Jedai 即是年少的Jedai 你留意他的髮型做得很漂亮 以後你所說 這是Tony Jaa 可以了 明白 但他的髮型做得很漂亮 很仔細 做得很好 像我所說是無射的 兩個Master 這些就OK 可以留意 另外就是這個 就是一個聰明的小Jedai 都很勁抽的 都是要死 都是在同一場戰鬥中死光 我猜不到要弄死他 那集挺好看 那集第五集 一次過全都死光了 整個Jedai去找他們就死光了 我猜不到要弄死他 他後面就是 根本死得不值 即是你那個角色這麼討好 而死了 你應該會有個感動 我看完就 啊 死了 這樣 浪費了 好 第六個兒子 第六個兒子 旁邊就是May May 我發現女主角蠻漂亮的 黑人來說蠻漂亮的 但戲就令到他好像一個 總之浪費了 浪費了 還有戲來說 我覺得他做得不錯的 果然YouTube也有彈廣告出來 是 我自己那邊而已 好 最後說回Sinati 有師兄說 麻煩薩迪 他說他做大了還是做小了 我又覺得差不多 那個比你做大隻 其實是很小顆的Sinati 拿May來比較一下 你說這隻吧 你看看May又不是 你看看May那麼多 可能是 那你不同劇集 但段古這個女生已經成年了 雖然她很年輕 但已經成年了 真的小顆 這個就是未成年的女生 戲裏面 生得高大 原來Sinati的把劍是橙色的 我又覺得好像不是橙色 但其實阿蘇卡裏面 她跟她師傅又不是師傅 是輪落了的Jedi 自己去做古龍兵 再說回產品方面 其實每一隻都有袍 當然這個價位來講 袍可以接受 因為坊間有很多人 自己做一些漂亮的袍 這隻袍 這隻做得好一點 這個袍比較舒服 沒錯 兩派有點不同 這個比較像 這個比較漂亮 質感比較像一些粗的麻布 梳半透明 即是阿蘇卡的劇 受歡迎一點 是不同一點 不糟糕 她也出得遲 是 OK的 還有她有兩個版本 師傅也出了兩個版本 Sinati的師傅真演員就過了身 是 是 那個白種男人很健碩 很健碩 一拍完就過了身 所以她跟著阿蘇卡第二季的時候 都要想辦法如何去解釋 可能找另一個角色做 未知 未有任何事 可能說她跑去就算了 因為阿蘇卡挺好看的 她上一集完的時候 都說她留下了 留下了 可能要不就不再提了 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不再看她 所以近期來說 白種男人比較不太極受歡迎 還有什麼 留下了 應該還有一些東西 留下一次 Mando留下一次 簡單說 雖然這套東西真是一般 但白種類的質素是高的 另外阿May其實有幾把小刀 就是她殺死師傅 那些像忍者師傅的刀 她在戲裡面很少用夾剛劍 即是阿May 那些刀 我們沒有拆出來 因為事限關係 我們沒有拆出來 好像是頭套 頭套 挺好 面具 還有刀仔 刀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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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開心 沒有什麼炒價 這麼難得 坦白說 不是那麼普遍 變成跟銷售數瓦固有影響 Star Wars這一層 香港賣得不太好 因為普遍來說 可能沒有高峰帶給大家 所以就變得容易買到 好 戒指到這裏 留下一次說明道 明道真是 有第二套 未來長講長有 因為John Farrow會撿到下一套 Star Wars的電影 就是Mandallorian 電影Mandallorian 電影Mandallorian 是否逐一大家看的Mandallorian 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未看Disney Plus的Mandallorian 奉願大家要重看 他真的逐著 因為他是跟著 已經有Mandy 以及有Baby Yoda Kulu 已經有他 現在原本 原本就說拍Season 4 現在就說不拍Season 4 就直接賺到錢 覺得受歡迎 變成電影版 認識不期待 Toyce TV 各位觀眾 こんにちは Sida Nene The 仮面ライダー展 の海外初展示 となる香港での開催 Special Ambassador に就任できて 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 とても光栄です Incubase Arena にて開催中ですので 是非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ーす もっと嬉しく思い出 なんて 大人 は